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來笑死集的時間 第二節 今集主要是討論渣圈圈 因為我挺驚慰天人 這個名字是吧? 是呀 有些人說就是圍爐取暖 不是呀 渣圈圈好些 廢渣循環這個好些 因為他解釋了 廢渣循環很棒 圍爐取暖解釋不到一件事 圍爐取暖是 只是互相扶持而已 圍爐取暖有互乃傷口的意味 有互相扶持 正面 圍爐取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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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就是 即是你被人罵的時候 法國人也抓了一群人在講蟹竹 就是圍爐取暖 那些圍爐取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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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坐一堆在那裡鬥慘 那些圍爐取暖 但是圈圈不同 圈圈的人是很有成就感的 是啊 他們互相有成就感 鄧小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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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開 鄧小驊講得出高級文青 你就知道他們是很聰明的 那些圈子就是他們的世界 那些圈子 那些圈子解釋得最好的就是 所有的需要和供求 可以在自己的圈子裡 就能夠成立得到 自供自給 它不需要外面的世界 但是當中有一個人 掌聲與鼻讚賞 都是有自己的圈子 是啊 無論是給予掌聲 或者是接收掌聲 都是同一個圈子 是的 但是譬如你其中有一個人 有錢的大嵐獲 他真的會走出 他有能力的 因為他老爸有能力 他老爸有能力 他就會試一下 哇你們講到我這麼厲害 讓我試一下 一試就糟糕了 一試就糟糕了 不是啊 可能他的朋友都不會說他糟糕的 這個真的是 他的朋友都不會說他糟糕的 這個糟糕是 就是面對很多的 不是 你最後都會糟糕的 面對很多的人的留言 你會糟糕了錢的 然後他們就 不是 糟糕了錢對他們來說 如果跟他左交 就是問爸爸再拿 跟他左交的邏輯 他們就會開始敵視 敵視罵他的人 是的 我的失敗就是因為這群人 攻擊我們 是的 究竟攻擊我呢 最高興是誰呢 是的 然後他們就會問 人家搞那些場地搞得這麼成功 錢從何來 是的 是不是 為什麼會搞到這樣 錢從何來 不是啊 他真的有很多客人 他真的有很多客人去 肯定是共產 邪教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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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是共產黨給錢的 你想想 擺在社運圈一樣 他們那群人哪有人支持 不是啊 他們真的有很多人支持 邪教信徒 邪教信徒 不是啊 共產黨給錢 共產黨給錢 總之就是這樣 但是我為什麼會想說這件事呢 就是 很複雜的這件事 但是這個是一個人生的課題 譬如 那個是 我一位前輩 我一位前輩跟我說這句話 是我畢生受勇的 就是做人 是學失敗 不是學成功 很多人都不成功 那你連人生都要過的 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 你要經常去思考那件事 你要學習那件事 人生大部份時間都是 人生大部份時間都是失大的 那你不是說 就是我們不是去 我們首先要搞清楚 等於我去討論 夠做 等於我去講夠做的時候 有些人就會說 喂 難道 什麼都不做 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 是他們的評論一推就推到這樣 我不是說怕失敗 就不做 而是 你要經常去 喂 好了 不是說怕失敗就不做 但我反過來跟你說 一定失敗的事為什麼要做 一定失敗的事做來做什麼 是不是 你沒有理由特地去做些事 去追求失敗 或者這樣 或者會叫你 你創業 你做 不是 我有做 然後 錢從何來 錢從何來 他有錢也沒有用 沒有人支持他 真的很多人支持 邪教信徒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是不是 很可化 你這樣是很大劑 但這個風氣是有蔓延的趨勢 因為社交媒體 是很容易幫你的生活圈子 造就一個渣圈圈出來的 是啊 是很容易 而這件事是危險的 我再講清楚的一件事 不是說害怕失敗而不去做 也不是故意做些事去亂搞那麼失敗 兩件事都不對 成功是排除了失敗之後的成果 是 於是你要經常思考失敗 而且失敗是 失敗就好像 就是 就好像 在室內沙灘裡面的貓屎一樣 舊子 其實走過都會踩到的 是 你要避過這些事情 你要避過這些事情 你然後才能夠 能夠去找到 你是不是在做一個題目 那個 我給你了 我給你了 我們今集的題目叫做 室內沙灘 就是這樣 炸圈圈 不要啦 那你就好像 什麼 好像那個人 不是 我對他沒有惡意 就是這樣 室內沙灘 雨炸圈圈 不是 室內沙灘根本就是一個炸圈圈 屌尼老美 為他辯護你 我對你沒有惡意 我對你沒有惡意 但你真是賜 屌尼老美 好可憐 沒有什麼 他會成長的 他還年輕 那24歲 你還有很多機會 不是 你當然有很多機會 你老爸有錢 你下次再搞別的 不是 我看到他好像有些轉型 希望租一些e-create民出去 給人 那證明財困 那已經是啞事 開業兩個月 就已經合入啞事 就是有想其他方法 你自己的店裡有生意 你怎會租一些e-create民出去 隨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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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叫阿租把拳館那些 那些健身器租出來 給了美羅的 隨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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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我剛才在說什麼 我剛才在說 說 不是 所謂 人 成功有很多定義 我不是說成功一定要賺到錢 還是什麼 太多數都是 但是 大部分時間都是 但是 你成功就是要去 經常去思考失敗的可能性 排除失敗 你要面對失敗才能做到 是 你經常逃避它 你不想它 又或者你不承認那些是失敗 或者 就算失敗了 你也當作是家庭性 還有呢 不說得不罵得 這樣 就是很難的 好像阿多黎都在 在Chuck Room都在說 看看熟不熟 有時候不熟 真的不會說 不會出聲的 這樣 不是的 我會說的 結果你便變成 結果 你便很多人爭取了 我會說的 我對著老周都在說 他在搞幾壇生意 我跟他說 你自禁周處不了 你不亂說 我跟著跟他說 我都安慰他 人生不如 人生不如 亦是十常八酒 搞幾壇生意 一壇窩窩 都算是這樣的 當是大埔南哥 對不對 我很坦白跟他說 你聽著我跟他說 沒辦法騙你 你不相信馬建聯人 在車廂問他 我真的這樣說過 哈哈哈哈 然後 然後 你如果逃避這件事 你不會成功 雖然成不成功是一個 不是很重要的 幾十億人口 每個人都成功 還想得了 而且成功亦有很多定義 但是你不能夠去 完全去逃避它 或者定義上轉化它 又或者這樣說 再換轉一個 比較大愛一些 或者是 老生常談一點的說法 就是說 渣圈圈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你逃避了挫折 是 人不經歷挫折是 不行的 是 因為你 又或者是 而挫折總是會出現的 你那個渣圈是不可以保護你一輩子的 你總會面對挫折的 到挫折來的時候 你不熟悉這件事 你未能見過他 不是啊 就變成扭曲 這個人衝過來 打架我 那個人就叫挫折了 你會被他打死你的 就變成扭曲 是 所以現在變成 我們現在市面上 看到這麼多年輕人的想法 或者價值觀上 有這麼扭曲的情況 是 我覺得是扭曲 因為你逃避不到一輩子 你不會 你一定會 你逃避一輩子 就變成了逃軍人 不是他 不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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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例子 太好 這個例子 總有人會受到的 例如孔領餘 算了 他們自己拿圈圈 你要面對錯誌 你要學習錯誌 譬如我講回 還有 有些事情是 有些事情是 不要太過 尤其是創造 我們講創造的話題 講創業或者創造 都是創造的一種 你不能夠 譬如有些人會問一個問題 有些人會問一個問題 就是 未試過怎麼行 但是這個世界有另一句 有另一句名言 凡存在皆合理 凡存在皆合理的意思 就是說 存在的一定有它合理的原因 我不是說 這個不是一個絕對的真理 它有時候會出現一些情況 是錯誌的 等於 譬如好像簡單來說 兩陣營存在做特首 合不合理 不合理 但其實它是合理 因為你們容許它這樣做 等於我之前 你聽我說Line Game那集 要去政治 你一定有授權給它的 雖然它的合理方式 不是你接受的 但凡存在的東西 必然有一個合理的原因 反過來說 為什麼香港沒有這些 為什麼香港沒有這些 你反過來想 為什麼會沒有 是不是因為它有不合理的地方 當然 這個會限制你的思維 如果你用這個做理 做人的準則 便會限制你的思維 如果黃陽達 你這樣說 就是別人做過的事情 你才可以做 不是 但是你要認識一件事 就是如果你要做一件 沒有人做過的事情 那件事必然是異常艱辛 又或者你必然是一個天造的英才 你是不是 我就是了 我沒有面對這些艱難事 譬如我做很多事情 別人都沒有做過 那為什麼我做到 我是黃陽達 你明白嗎 為什麼人家可能都可以 不是 可能是可以 但是你要明白這件事是艱難的 是 而不是 凡是隨便有一件事想到 啊 屌尼老尾 為什麼 為什麼沒有人試過 把那些沙屋 整個房子 整個房子 變成沙灘 這樣 喂 第一件事 你一想到這件事 因為你習慣了生活 在握個圈圈 你馬上就會覺得 哇 這是一個比喻 我們不認識他 不是 他就馬上覺得Bingo Bingo 哇 發達了 全世界都笨疾 只有我想到 全世界只有我去 高雄你們還沒去過 我一見到這件事回來 我成功 那些 押忍你們是笨疾 他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是笨疾 即是 即是說 即是說 我意思是 很慘 我怕眼眉調到今晚的房子 我的意思是什麼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是要去創造新的 但你必須要有個認知 就是說 你創造新的東西的時候 去做一件沒有人做的的時候 你必須要反覆去問自己的問題 到底我有沒有笨疾了 喂 所以為什麼有新的那麼難 即是中間有一個步驟就是 中間有一個步驟就是 你要反覆去懷疑 即是中間有一個步驟就是 沒錯 你現在做一些香港沒有的東西 但是 為什麼香港沒有 或者這個世界沒有的東西 香港 即是為什麼香港沒有 你起碼要想這件事 是的 那你現在握一圈的問題就是 你直接跳了這個步驟 你直接跳了這個步驟 你直接跳了這個 跳了這個 即是我有資格說 我夠膽地說 因為我們經常做的事情就是 別人沒有人做過 但是 我們不是 我們不是去做一個 list 說 我們現在數一下 香港有什麼沒有人做過 那些這樣 在家裡吸毒 那些這樣 喂 為什麼從來沒有人試過 從來沒有人試過 報紙檔 你怎麼把大麻去賣 就發達了 那些這樣 沒有人這樣做的 沒有一個報紙檔 我這樣做 那你不做 你試一下 年輕人的經驗也好 你不要混蛋 你最後坐了20年 你有沒有 是不是 沒有人發覺的 因為香港的警察 除了很醜之外 還很笨 那些 然後 沒有人知道的 沒有人知道的 隨便混一些東西 那些 喂 即是你一定 那個是很難的 我覺得是真的很難的 因為那個是要經過很多的思慮的 你首先要明白這件事是難的 我不是說你不去做 你要做 你要不斷嘗試去做一些事情 沒有人做過 但那個過程 你不能夠隨便想些事情 有人做我不做就殺出生血路 那你就混蛋了 那你就混蛋了 但問題就是說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 不會去問自己的問題 你不習慣去問自己的問題 究竟我有沒有笨實 究竟我有沒有疾到 又或者到最後 你真的發現自己疾了 你承不承受得起 有很多人就是承受不了 那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因為你的人生裡面 你不是學習失敗 你經常學成功 你覺得你的人生一定是成功的 我真的是天眾英才來的 那些這樣 你不可以這樣去想的 你不可以這樣想自己 你要反复去思考 前人走過的路 為什麼會這樣走 可不可以走另一條路 可以 但是要經歷那些什麼 突破那些什麼才可以走 雖然很多人都期待我講圍棋 我今天就不會講圍棋 但我想說的是 我有幾件事很迷戀 譬如我最近在打拳 我最近在打拳 為什麼我會去打拳 為什麼我會去練功夫呢 當然現在我身體很弱 也都要為了自己健康著想 另外就是 譬如再說回 學圍棋一件事 就是很多人都經歷不了 很多人都行不過這一關 學圍棋呢 譬如在周邊位起手 有一件事叫定石 什麼叫定石呢 定石或者定式 譬如如果他落升位 譬如你落升位 然後他掛角 他一間低掛 然後你兩間夾 我不懂的 舉例吧 遲些才會告訴你 接著 應對是什麼呢 其實 所有圍棋的流派 由黃龍子時代 到本音方時代 一直流傳下來 已經有基本的套路 接著 你就要背 背這些基本套路 遊戲是不是很無聊 遊戲是不是很無聊 我背了 大家都是這樣捉 但是旗盤很大 他的定石只能夠教到你一個角 他不能夠講完所有的狀況 有些人就會覺得 我有些創造力行不行 你就做吧 譬如我自己初頭去玩圍棋 就是這樣 為什麼我們要跟他 然後我就做 然後我就試一下 我就試一下 這裡就跳 我就試一下這裡就夾 為什麼不能夾 這裡就斷 為什麼不能夾 結果真的不行 為什麼真的不行 就是因為那件事會存在了千年百年 就是經歷過很多 經歷過很多很高智慧的人 他們的智慧累積下來 好了 你可不可以突破到呢 你可不可以突破到 你可以 這個吳清元 為什麼在 吳清元就是之前 我為什麼會想說圍棋 吳清元過世 我那時候也有點少想說 不過我講了另一件事 吳清元為什麼會成為奇勝 就是因為他能夠突破到那條路 但是歷史上 不是每三年出一個吳清元 那你就要明白那件事 為什麼我喜歡去抓圍棋 為什麼我會喜歡去抓圍棋 或者我為什麼會 譬如我自己身體都不是很強壯的一個人 為什麼我喜歡去練拳 喜歡去打功夫 因為我覺得這些東西 都能夠去令我學習到一件事 就是我學習到的就是 我是有極限的 我了解我的極限在哪裡 突破極限是一個很理想的狀況 譬如你看熱血那些 你看日本漫畫 那些人整天都突破極限的 那是漫畫來的 但是大部分人 在人生裡面 他過的人生的時間 你連接觸自己的極限都沒有試過 你都不知道自己的隱密在哪裡 就是不要說 不要說去突破極限 你都不會思考自己的極限在哪裡 你老母子經常看肥娘的漫畫 你老母子憤怒 我就打得贏他 你現在經常好多人 好多人憤怒 然後被人打到混蛋 你知不知道 你不是憤怒就可以了 他媽的戰霸 那你就會贏 你不會贏的 你只會浪費了一口氣 抹大口被人打掉你的牙齒 你明白嗎 你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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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秒有九千元 首先你在數學上思考的無可能 你的肌肉都斷裂了 你老母子 但是很多人就是 你只是空想 空想 空想自己 我現在未發力 我可以突破極限 但我想說你首先要學習一件事 你如果追求的人生 你希望自己可以突破極限 你需要先找自己的極限出來 你有沒有試過自己 那怎樣可以找到自己的極限出來 你要挫折 你要面對挫折 你要學習失敗 譬如 這個就是解釋 為何我自己喜歡捉圍棋 為何自己喜歡去玩功夫 我不是玩得特別好 但是那個時候都提醒我一件事 就是 你其實都很笨實 你其實在很多事情 你是無力的 人生在很多地方都無力 無力 但是你又想突破這樣 就努力 努力就是不斷面對挫折 然後學習 但是大部分人 經常覺得自己很努力 根本你連自己的極限都沒有 HIGH都沒有HIGH過 你看都沒有看過 你都沒有看過 你完全不知道 邊際在哪裏 總有一天我去突破極限 那你先在哪裏 在哪裏 在哪裏 你有沒有看過他 這樣 誒 對年輕人 尤其是對年輕人 尤其是對年輕人 是很大的 就是 我有什麼感受 是啊 你有什麼想說 我就是 由沙灘 那個 我都會很掙扎 究竟應不應該 笑 講真話 那些 不是 講真話就一定 應該這樣 假話就一定不講 不過 含在口裡 會不會說出來 就是這樣 你作為朋友 你都不應該 令到你自己的朋友圈子 變成一個渣圈圈 但是很多人 很多人是 什麼的 不是的 你問我老周 我怎麼跟他說 喂你這盤生意周轉不靈 我是你跟他說 不是 又不是 那就是 你是建立渣圈圈的人 不是的 不是的 因為尤其是 有時候 我會覺得我自己 可能是mean 有時候 我會檢視自己 那個要求 你明白嗎 我會覺得 譬如 因為我知道 我的 職業病也好 就是我的 要求 或者我 接觸開的人也好 就是 就是我對很多東西 我一看下去 就會覺得 哇 就是這樣 就是我會這樣的 不是 你看年輕人的創業 你就知道的 就是今天扣回創業的話題 整班就是想那些 哎 我懂得穿那些東西 弄一些膠 手續那些 哎我開班 那些 然後去租個地方 然後去賣那些 穿沙 穿石 那些 喂 你去巡下工廈 很多這些 根本沒有想法 不過 TVB 其實呢 他訪問室內場那個 還有訪問了一個 女生做手造 就是那個女生 面對錯誤 是啊 就是他 他自己說過一次出來 就是他是很清晰說 他就是曾經 因為 譬如他試過接訂單回來 計錯數 原來是用金會蝕了 那些 計錯數之後 發現原來自己還蝕了 這些就是面對錯誤的人 面對錯誤 而他很明顯 那個錯誤 是令到他 是 記住 是啊 這些就是叫做學習失敗 是 那個是記住 以後 原來我要看著盤數 或者是看著 那些錢 是這麼重要的 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個 就是當然啦 就是你可能 認識了這件事 不代表可能 你繼續堅持就做到 不一定 但是那個 那個是重要的 不只是覺得自己 哇 整些東西出來幾有意義 自己啊 是啊 我今天去回覆 那個在笑死人群群群群 有人就說 喂 年輕者創業不要打擊他 幹嘛笑 我講了一句話 你是只有做生意 有兩種方法 要麼你就賺錢 要麼你就得到很多人認同 但是如果你得到兩樣東西都不行 那你真的要檢視一下 但是握圈圈的一個問題 就是你一定會得到很多人認同 因為你本身有拿著錢,他滿足了你的供求需要 你連自己失敗了都不知道,就算最後試了錢 然後有些人跟他說,唉,你走得太前了 是呀,你兩位 不是,他們不是說你走得太前 他們說香港真的不適合文人生活 又或者香港不適合這種創意,香港人接受不了 那你在香港嘛,哥 你在香港特意做些人接受不了的事,那你是不是不太生氣 你就是為了激怒他們而存在,沒有理由的嘛 所以這個也是,今集花了很多時間 也都講這個原理,其實我最後想說就是 其實接下來都會成立這個以後少年軍 譬如有些人都會問我,為何以後少年軍要打拳呢? 其實就是剛才我說的原理 因為體驗極限,或者體驗挫折 最好的方法是莫過於實際體驗 即是你在物理上 對,你在物理上去發現就是 你真的會不夠氣 你真的會不夠力就不夠力 你覺得50下掌上下 你覺得做到就做到 做不到就是做不到的 原來去到40下的時候 原來真的會手軟的 那這些東西是你 就是你身體會記住這件事 然後那些東西是會 成為了你人生的養份 那一刻的感受,那一刻的艱難 又或者最後你能夠突破那一刻的艱難 的成就 那些東西會伴隨你一生 當然我們不只是成立一個議員士聯軍打拳 我們也會有其他事情 但是 重點是什麼呢 如果有些在聽節目的家長 你們都在考慮的話 重點就是我們會提供一個 可以控制的挫折 我覺得教育的意義就是在這裡 除了知識之外 心性上的教育 我覺得對做人來說 就是你怎樣可以在教育的環境裡面 去供應到一個 你不會令到他崩潰的 那錯字 就是你不 但很難 那些年輕人都不喜歡去崩潰 很容易崩潰 就是要摸索 可能你說他肥的 就立刻崩潰 那是值得崩潰的 當然我們不會去到斯巴達人 這樣放他 不可能去到這樣 即是你這些就是 uncontrolable的挫折 因為那個挫折 就是來生才能體驗到 即是來生才能反省到 那是不行的 那你就是在一個可控制範圍 令到他感受那件事情 找自己極限 又或者養成一個習慣 令他養成一個習慣 每做一件事的時候 三屍會不會死 會不會失敗 會不會糟糕 但是 你依然有勇氣繼續做下去 這個很重要 你不是說我思考了 這樣會糟糕 然後什麼都不做 這樣就不行 這樣就不行 這樣你還是會跌回到 渣渣圈圈裡面 你是要思考了 A B C D E 失敗的可能性 然後你決定 突破它 有勇氣繼續去做下去 這件事才是 這個才是 叫做能夠學習到失敗 然後朝向成功的方向 但是又不包括成功的 因為成功必然是運氣 因為成功最後是一個 不可測的結果 就不包括這件事 也不要自己把成功扭轉定義 某程度上你都成功了 你媽的 不行 但是 人生不如 等於我跟阿周說 人生不如意是十常八九 你又說它 你不要經常說它 沒有什麼所謂 我大概今天想說的就是這麼多 10點10了 不超時太多 你有什麼想補充最後 沒有了 沒有了 跟年輕人說一下 很難說 跟年輕人說一下 很難說 一想起年輕人 說回想 能不能罵得先 如果你想別人跟你說真話 就能不能罵得先 你自己問一下 大部分其實都是面對罵的 那些正能量教育其實是穩品 是啊 正能量教育是穩品 是啊 學習失敗 這句話我真的一生受容 我在節目最後再講一次 我是座右銘來的 做人就是學失敗 不是學成功 你參透這句話是很難有 但是你的目標是要成功 是要成功 你的目標是要成功 但是你要重新失敗 但是你只是去學 但是你只是去 你只是 總之失敗了成功之母 搞到夠失敗 就不夠失敗 那些就不是 那些是不育的失敗 那些是不育的失敗 那不會引育成功的 OK 那是啊 希望我們現在在研究細節 一會兒都跟別人聊一下 希望我們的熱血少年軍 可以快一點成立 那些這樣 今天的節目就到此為止 那我們就 下個星期再見 下個星期再見 記得買熱血少年 如果你覺得今集是 有些東西可以帶給你的 那你就買一本熱血少年 那些什麼 課金給我直接一點 好 今天節目到此為止 拜拜 回來笑死集的時間 第二節 第二節 今集主要是討論那個渣圈圈 因為我都幾驚為天人 這個名字是吧 是啊 有些人說就是圍勞取暖 不是啊 渣圈圈好一點 廢渣循環這個好一點 因為他解釋了 你明白嗎 廢渣循環很棒 喂 圍勞取暖解釋不到這件事 圍勞取暖是 圍勞取暖 只是互相扶持而已 對 圍勞取暖有互乃傷口的意味 有互相扶持 總之 正面 圍勞取暖 其實是不正面的方式 圍勞取暖 總之 總之 即是 即是你被人罵的時候 不是 法國佬抓了一群人在講蟹竹的就是圍勞取暖 是的 那些是圍勞取暖 是不是 那些這樣 哎呀 你的女兒也是這樣的 我都錯不完 那些是圍勞取暖 那些是圍勞取暖 這樣也是 男人都會犯這些錯誤 那些是圍勞取暖 那些是圍勞取暖 或者坐一堆在那裡鬥慘 那些是圍勞取暖 但是 握個圈圈不同 握個圈那些人是很有成就感的 是啊 即是 他們是互相有成就感 鄧小驊 剛才開了 即是鄧小驊講得出 你沒有開 鄧小驊講得出高級文青 你就知道他是很大的 那些圈子就是他們的世界 然後那些圈子解釋得最好的就是 所有的需要和供求 可以在自己的圈子裡面 就能夠成立得到 是的 自供自給 他不需要外面的世界 但是當中有一個人 掌聲與鼻讚賞 都是由自己的圈子 是的 無論是給予掌聲 或者是接收掌聲 都是同一個圈子 是的 但是譬如你其中有一個人有錢 大倫王 他真的會走出 他有能力 因為他爸爸有能力 他爸爸有能力 他爸爸有能力 他就會試一下 哇你們講到我這麼厲害 讓我試一下 一試就糟糕了 一試就糟糕了 不是啊 可能他的朋友都不會說他糟糕了 這個真的是 他的朋友都不會說他糟糕了 他糟糕了 就是面對很多的 不是 你最後都會糟糕的 面對很多的人的留言 你會糟糕了錢的 你會糟糕了錢的 然後他們就 不是 但是糟糕了錢對他們來說 又不是糟糕了 如果根據左膠 就是問爸爸再說他 根據左膠的邏輯 他們就會開始敵視 敵視罵他的人 是的 我的失敗就是因為這群人 經常攻擊我們 是的 究竟攻擊我最高興是誰呢 是的 然後他們就會問 別人搞的場地搞得這麼成功 錢從何來 是的 是不是 為什麼會搞到這樣 錢從何來 不是啊 他真的有很多客人 他真的有很多客人去 肯定是共產 邪教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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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產黨給錢 總之就是這樣 但是 我為什麼會想說這件事 就是 很複雜的這件事 但是這個是一個人生的課題 譬如 那個是 我一位前輩 我前輩跟我說這句話 是我畢生受勇的 就是 做人是學失敗 不是學成功 因為很多人都不成功 那你人生都要過的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 你要經常去思考那件事 你要學習那件事 人生大部份時間都是 人生大部份時間都是失大的 那你不是說 就是我們不是去 我們首先要搞清楚 等於我去討論 夠做 等於我去講夠做的時候 有些人就會說 喂 難道 什麼都不做 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 是他們的評論一推就推到這樣 我不是怕失敗 就不做 而是 你要經常去 喂 好了 不是怕失敗就不做 但我反過來跟你說 一定失敗的事情 為什麼要做 一定失敗的事情 做來做什麼 你沒有理由特地去做些事情 去追求失敗 或者會叫你 你創業 你做 不是 我有做 錢從何來 錢從何來 他有錢也沒有用 沒有人支持他 真的很多人支持 邪教信徒 要你老母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很可化 你這樣是很大劑 但這個風氣是有蔓延的趨勢 因為社交媒體是很容易 幫你的生活圈子 造就一個渣圈圈出來 是啊 是很容易 而這件事是危險的 我再講清楚 一件事就是 不是說害怕失敗而不去做 也不是故意做些事去亂搞失敗 兩件事都不對 成功是排除了失敗之後的成果 所以你要經常思考失敗 失敗就好像 就好像 在室內沙灘裡面的貓屎一樣 隨便走過都會踩到 你要避過這些事情 你要避過這些事情 然後才能夠 能夠去找到 你是不是在弄一個題目 我給你了 我們今集的題目叫做 室內沙灘炸圈圈 不要啦 那你就好像 什麼 好像什麼 好像那個人 不是 我對他沒有惡意 就是這樣 室內沙灘 乳炸圈圈 不是 室內沙灘根本就是個炸圈圈 屌尼老尾 為他辯護你 我相信我對你沒有惡意 我對你沒有惡意 但你真是賊 屌尼老尾 好可憐 沒事 他會成長的 他還年輕 24歲 你還有很多機會 不是 你當然有很多機會 你爸爸有錢 你下次再搞其他 不是 我看到他好像有些轉型 希望租一些Ecreepment出去給人 這樣 那證明財困 不是 那已經是啥事 開業兩個月就陷入啥事 就是有想其他方法 你自己的店裡有生意 你怎會租一些Ecreepment出去 隨便吧 你不叫阿周把權館那些 那些健身器租出來 給美羅那些 隨便吧 隨便吧 他自己用都用不切 隨便吧 那你好了 就是 我剛才在說什麼 我剛才在說 說的 不是 所謂 就是你人 你成功有很多定義 我不是說成功一定要賺到錢 還是什麼 大多數都是 但是 大部分時間都是 但是 你成功就是要經常去思考失敗的可能性 排除失敗 你要面對失敗才能做到 你經常逃避他 你不想他 又或者你不承認那些是失敗 或者 又或者就算失敗了你也都代為家頓性 勝利 而且不說得不罵得 這樣 就是很難的 好像多年都在 在chart room都說 看看是否熟 有時候不熟 真的不會說 不會出聲的 這樣 不是的 我會說的 結果你不就變成 結果你不就 很多人討厭 我會說的 我對著老周都在說 他在搞幾壇生意 我跟他說 你智金周處不到 你不要亂說 我跟著我跟他說 我也安慰他 人生不如意是十成八咒 搞幾壇生意 一壇窩 我都算是這樣的 當是大步男哥 是不是 我很膽默跟他說 你聽著我跟他說 沒有理由騙你 你不相信馬建聯 在chart room問他 我真的這樣說過 哈哈哈哈 然後 你如果逃避那件事 你不會成功 雖然成不成功 是一個 不是很重要的 就是幾十億人口 每個人都成功 還想得了 而且成功也有很多定義 但你不能夠去 完全去逃避 或者定義上轉化它 又或者這樣說 再換轉一個 比較大愛 或者是老生常談的說法 就是說 渣圈圈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你逃避了挫折 是 人不經歷挫折是不行的 是 因為你 又或者是 而挫折總是會出現的 你那個渣圈是不可以保護你一輩子的 你總會面對挫折 到挫折來的時候 你不熟悉這件事 你還沒見過他 不是 變成扭曲 你這個傢伙衝過來打救我 那個傢伙就叫挫折 你會被他打死你 不是 變成扭曲 所以現在變成 我們現在市面上 看到這麼多年輕人的想法 或者價值觀上面 有這麼扭曲的情況 是 我覺得是扭曲 不是 因為你逃避不到一輩子 你不會 你一定會 不是 你逃避一輩子就變成逃君行 不是 不是 他 他 他 這個例子 太好了 這個例子 太好了 這個例子 總是有人會受傷的 例如孔領餘 算了 他們自己拿圈圈 我對你沒有惡意 我討厭你 你不要去死 這些人 他們不是拿圈圈 他們是拿袋圈 他們本身就是拿袋圈 他不需要拿袋圈 廢袋圈 你要面對錯誌 你要學習錯誌 譬如我講回 還有 有些事情是 尤其是創造 我們講創造的話題 講創業或者創造 都是創造的一種 你不能夠只是去 譬如有些人會去問一個問題 有些人會去問一個問題 未試過怎麼行 但這個世界有另一句名言 凡存在皆合理 凡存在皆合理 意思就是說 存在的一定有他合理的原因 我不是說 這個不是一個絕對的真理 他有時候會出現一些情況 是錯誌的 就是等於 譬如簡單來說 兩陣營存在做特首 合不合理 不合理 但其實他是合理 因為你們容許他這樣做 等於我之前 你聽回 我說Line Game那集 要去政治 你們是有授權給他的 雖然他的合理方式 不是你接受的 但凡存在的東西 必然有一個合理的原因 反過來這樣說 就是 為何香港沒有這些 為何香港沒有這些 你反過來想 為何會沒有 是否因為他有不合理的地方 當然 這個便會限制了你的思維 如果你用這個做人的準則 便會限制了你的思維 如果黃仁達你這樣說 就是別人做過的事情 你才可以做 不是 不是 但你要認識一件事 就是如果你要做一件 沒有人做過的事情 那件事必然是異常艱辛 是 又或者你必然是一個天造的英才 是 你是不是 我就是了 哈哈哈哈 我沒有面對這些艱難事 譬如我做很多事 別人都沒有做過 那為何我做到 我是黃仁達 你明白嗎 為何人可能都可以 可能是可以 但你要明白那件事是艱難的 而不是 凡是隨便 有一件事想到 啊 屌尼老尾 為何沒有人試過 把那些沙塢 整個屋裡 變成沙灘 喂 第一件事 你一想到這件事 因為你習慣了生活 在握個圈圈 你馬上就會覺得 哇 這是一個比喻 我們不認識他 他就馬上覺得Bingo Bingo 哇 發達了 全世界都笨疊 只有我想到 全世界只有我去 高雄你們未去過 我看見這件事回來 我們糟糕了 那些 啊 屌尼老尾 他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是笨疾 即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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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意思是 很慘啊 我怕眼眉條 今晚睡不著 我的意思是什麼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是要去創造新的 但你必須要有個認知 就是說 你創造新的東西的時候 去做一件沒有人做的的時候 你必須要反覆去問自己的問題 到底我有沒有笨疾了 所以為何有新的東西這麼難 即是中間有一個步驟就是 中間有一個步驟就是 你要反覆去懷疑 即是中間有一個步驟就是 是 沒錯 你現在做一些香港沒有的事情 但是 或者這個世界沒有的事情 或者這個世界沒有的事情 香港 即是為何香港沒有的 你起碼要想這件事 是的 你現在握個圈圈的問題就是 你直接跳了這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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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了這個步驟 即是我有資格說 我夠膽地說 因為我們經常做的事情 就是別人沒有人做過的 但是我們不是 我們不是去做一個行列 說我們現在數一下 香港有什麼沒有人做過 那些這樣 在家裡吸毒 那些這樣 是嗎 從來沒有人試過 從來沒有人試過 在報紙檔 你怎麼把大麻糬去賣 就發財 那些這樣 沒有人這樣做的 沒有一個報紙檔這樣做 那你不做的 你試一下 年輕人的經驗也好 你不肯定嗎 你最後坐了20年了 是不是 沒有人發覺的 因為香港的警察 除了很醜外 還很笨 那些這樣 然後 沒有人知道的 沒有人知道的 隨便混些東西下去 喂 即是你一定 即是那個是很難的 我覺得是真的很難的 因為那個是要經過很多的 要很多的思慮 你首先要明白那件事是難的 是的 我不是說你不去做 你要做 你要不斷地嘗試去做一些事情 沒有人做過 但是那個過程 你不能夠隨便想一些事情 有人做 我不做就殺出生血路 那你就糟了 是 那你就糟了 但是問題就是說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 不會去問自己的問題 你不習慣去問自己的問題 究竟我有沒有辦事 究竟我有沒有疾到 又或者到最後 你真的發現自己疾了 你能不能承受得起 有很多人就是承受不了 是 那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因為你的人生裡面 你不是學習失敗 你只是學成功 你覺得你的人生等等是成功的 我真的是天眾英才來的 那些這樣 是不是 即是你不可以這樣去想的 你不可以這樣想自己 你要反复去思考 前人走過去的路 為什麼會這樣走 可不可以走另一條路 可以 但是要經歷那些什麼 突破那些什麼才可以走 即是雖然很多人都期待我講圍棋 我今天就不會講圍棋 但我想講的就是 我有幾件事情很迷戀 譬如我最近在這裡打拳 我最近在這裡打拳 為什麼我會去打拳 為什麼我會去練功夫呢 當然我現在身體很弱 也都要為了自己健康著想 另外就是 譬如再說回來 學圍棋有一件事情 就是很多人都經歷不了 很多人都走不過這一關 學圍棋 譬如在周邊的起手 有一件事情叫定石 什麼叫定石呢 定石或者定式 就是譬如 如果他落升位 譬如你落升位 然後他掛角 他一間低掛 然後你兩間夾 我不懂的 舉例吧 遲些再告訴你 然後他應對是什麼 其實所有圍棋的流派 就是由黃龍子時代 到本殷芳時代 一直流傳下來 已經有基本的套路 然後你就要背 你要背這些基本套路 那遊戲是不是很無聊 遊戲是不是很無聊 那我背了 大家都是這樣抓 但是旗盤很大 定石只能夠教你一個角 他不能夠講完所有的狀況 還有有些人